为了引领青少年以绘画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情绪 门诺会花莲散幕中心从12月份开始 在吉安乡的浩克艺术村 办理为期一个月的游戏新练习的画展 希望能够让民众看见青少年笔下最纯真的世界 墙上挂满一幅幅美丽画作 以各种形式完美呈现 这次花莲散幕中心在吉安浩克艺术村 所办理的游戏新练习年度画展 透过14位小朋友借由绘画 练习与内心深处的自己对话 也透过不同媒材来做呈现 总共完成了35件作品 那我们这一次活动名称呢 叫做游戏新练习 那为什么叫游戏新练习 其实是因为想要 我对孩子有一些期待 希望他们用一个游戏的心态 游戏的心态呢就是很兴奋的 有点轻松的去做一些挑战的练习 那挑战的部分呢 包含的是用专心一致的 用一种媒材去创作 那另外就是试着将他生活中 所见所改的东西表达出来 所以这一次就是 我们在孩子的口语表达上面 也就做一些训练呢 画画的部分也有训练 那因为是从生活衍生出来的作品 所以就会感觉到说 跟我以前不太一样 以前的画展会比较 喜欢一点的风格 那因为这次游戏新练习嘛 所以又有生活的 又有一点幻想的 那感觉就会比平常直接一点 可是我就觉得这种同言同语 反而看得令人觉得很有意思 那也知道呢 我们善目中心 过去都是在花莲市来做展览 第一次到吉安来 奉持我们吉安的这样的一个 幸福喜悦的这样的协力 再一次我们欢迎大家 能够挹注给吉安更多的 这样的艺文的能量 孩子们透过画笔勾勒出内心声音 这些全都是他们从日常生活 与游戏当中 放大目光仔细观察 连接周边环境事物 用心感受的点点滴滴 展现出青少年比较最纯真的世界 而这项展期 直到110年的1月17号 散幕中心也邀请民众一同来到现场 用心体会是支持孩子们 继续创作最重要的动力 欢迎各位前往吉安浩克艺书村 参观欣赏 记者许立琴吉安相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